上次我们说到 那个凯布尔终于逃出了 那个军营 但是呢他一看 至少还要走12个小时 才能够到达 喀布尔 而他的那个凉鞋 踩在那个碎石的路上 脚疼得不行 但是呢周围 一点声音都没有 这时候呢他正好走进了 一个黑乎乎的一个泥土房子 他呢特别想啊 是否在这儿休息一下 后来他又改了主意了 不行他还得走 可是呢又走了几个小时 他实在是太疲劳了 又走到了另外一排房子跟前 周围还是挺安静的 当他一走进去 就突然一个手电筒就闪了一下 一个声音就直接冲他喊 站住 带头巾的 塔利班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凯布尔那心呢就彻底的又绝望 这时候呢一个塔利班的军官就走上来说 你要去哪啊 哎他呢一听啊 这个军官其实口气里边也很紧张 完了呢这军官还问呢 你到底谁啊 凯布尔就开始编瞎话 说呀我是去这个巴格拉姆探亲的 我现在呢是回我家 喀布尔的路上 这个官员呢就上下的打量了他 说你这是什么鞋呀 你穿的这个 你看起来也不像一个普通的人呢 这凯布尔啊就想了那既然谎话都编了 那就想什么说什么吧 哎呀反正就是编了无数的笑话往下编 他这时候才意识到啊 他又是无意中进入到了一个塔利班的一个哨所了 而这时候呢这帮士兵啊正在那商量了 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 而且呢这帮人啊也没拿这个凯布尔 当回事就直接说那你呀 既然这大深夜的了 你也别乱跑了 因为这山里边那个冷啊 说你干脆就在这哨所啊 你先过完夜明天再说吧 到了黎明的时候啊 他醒了就听见那帮士兵啊 还在那议论呢 一看呢这帮士兵也是特别紧张 有一个人啊就一直握着那个对讲机 就听着那些关于这个北方联盟的这个 前进速度各种的这个报告 在这个对讲机里边传来的消息啊 让他们知道大约也就半个小时 北方联盟可能就攻上来了 顶多顶多一个小时 这些士兵啊 其实对这凯布尔一点兴趣没有 所以呢凯布尔啊 就根本就没有被人拦着 直接就离开了这个哨所 然后呢又通向了一个 走到了那个回到这个 喀布尔的这个道路上 太阳啊这时候已经上到了头顶了 他又走了好几个小时了 这时候啊 一辆那个小货车模样的那种出租车 正好出现了 他赶紧跑过去抓住这车 这车呢于是就溜边停了下来 司机呢又上下打量了他 因为他呀还是带着那种塔利班 那种风格的那种黑头巾呢 再加上啊 他那个脚上啊 穿的那个奇奇怪怪的露着脚趾头 从军靴上那么裁出来的那个凉鞋 这司机啊 坚决拒绝打开车门 俩人啊就通过那个司机露的 那么一条小缝 在那开始谈判 这凯布尔啊说呀 我真的是一个 就是去北方探亲的 一个普通老百姓 可是呢这司机啊 上下打量他完以后啊 干脆把车门也给锁上了 生怕他上来 最后没辙了 凯布尔啊只好把自己手上的 那个瑞士金表给取下来了 这个表啊 这个表啊是他那个去世了已经八年的那个兄弟 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一个兄弟送给他的礼物 也是凯布尔啊 卡布尔啊 这个 不是凯布尔 凯布尔 是唯一的最有价值东西 应该说呀 嗯 再准确的说 因为塔利班是不允许人带奢侈品的啊 所以这个手表是他唯一被允许拥有的奢侈品 结果这司机啊 接过表看了看 让他上了车 开车继续往南走 这一切啊 凯布尔就这一路上感叹啊 变化太快了 你说几个星期以前 他属于什么呀 那种想去哪就去哪的大人物 那出租车呀 或者是路过的那些平民啊 都会让他免费搭车的 而现在 天翻地覆啊 2001年的11月12日 他呢终于进到了开轨了 呃 整个城市啊 你一看空空荡荡的 道路上呢 也都是坑坑洼洼的 商店啊 舱碗啊 都停业了 你几乎在这街上 看不到什么人 这时候啊 他这个就闻到了那种泥土 污垃圾 山羊粪 变那种混合的那种恶臭啊 他已经好多年 没有回到这个 喀本了 你一看呢 你一看呢 那个垃圾啊 就顺着那个山坡的那排水沟 就直接流到了这个道两旁的水沟里 臭味啊 让人窒息 你也可想得知 这个塔利班这几年 真的没有好好的建设过这个 喀本 啥建设都没有 到了这个市中心附近啊 他终于找到了那个他的亲戚那个地儿 也终于见到了好几个月没见到的妻子和女儿 这时候啊 他的这个地方啊 是他的一个表亲 还有叔叔们聚集的一个地方 大家 一看见他来了 高兴得不得了 拥抱在一起 凯伯尔呢 也觉得自己松了一口气 他这时候脑子里边想的就是 我只要和我的亲人在一起 安安静静的 提提面面的 和平的生活下去 我什么都不想了 这时候啊 这个 大家听他讲完了这段时间的经历 哎呀 然后都回去开始准备晚餐了 而开博呢 累的啊 直接就昏睡过去了 当天晚上呢 他是被一帮访客的那个吵闹声给吵醒了 原来呢 是两个住在那个城郊的表兄弟 跑过来说啊 说这北方联盟 可能在一两天内就要进入喀布尔了 而凯伯尔这时候知道啊 你说现在的阿富汗 到处都是这个不同政见的 由差不多40多个民族组成的那种政治团体 而这个塔利班呢 一般都是从这个南部的那些40%的 普什兔族人里边招兵的 北方的呢 是一般都是塔吉克呀 哈扎克呀 和布兹别克那些少数民族招兵的 可是啊 你就算是 这些普什兔人不怎么喜欢塔利班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这北方联盟这帮人一过来 对他们普什兔族人 谁也不知道会如何对待 因为两个民族打了无数年了 这仇恨 这个结也结下了 而作为这个 你像开布尔 他是属于塔利班的一个成员 还算是一个小头头吧 你要是留在卡布尔 你肯定是活不了 可是他一想我去哪儿啊 周围你一琢磨 哪个省对他来说都不安全 而且啊 他也能够预料到 如果说他被那个北方联盟 或者是什么抓着了啊 没准要不然就给他送到美国人那儿去 要不然就直接给他扔到监狱里去了 而且啊 很多的平民没准 连他去这个路上都不让 就直接给他干掉了 那他只有一个选择 所以啊 第二天一大早 这个开布尔就把他所有的东西都卖给了邻居 筹了大概有一千美元的现金 然后呢 带着妻子女儿 以及另外两个亲戚 就挤进了一辆小货车那样的一个出租车里边 出了这个喀布尔的南门 然后就开始往南开 一直开到一个这个丘陵地带 然后到了一个叫什么西斯尔的这么一个 那个泥把气的一个城堡废墟里边 过去啊塔利班是把这当做仓库用的 结果啊这个看着就好多人啊就从那个城堡的窗户里边 呃 往外递东西要不然就往外爬手里边都是拿着那个过去塔利班在这儿搁着的那些武器 然后呢把塔利班一留在这儿的车辆也呼噜呼噜都开走了 这个开布尔一看 这地儿也不能留 继续往前开 一直跑跑跑 跑到了一个比较宽阔的一个山崖上了 从这儿呢 你就能看到深褐色的那一道山脉了 那道山脉的那一边就是巴基斯坦了 而他们在路上呢一直就在那听这个车里的广播 这时候那个广播啊能够接收到那个英国的那个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这个报道里呢就说啊这个喀布尔正在这个迎接北方联盟 而且到处都是欢呼的场面 喀布尔没想到啊自己工作现身的这个塔利班就这么着不复存在了 他把自己的那个脸啊就贴在那个玻璃上汽车玻璃上直接就哭了 两天这车开了两天一大早 终于呢这个车又开到了一个那个黑褐色山脉下的一个小驿站了 在这儿呢他们等了整整一天才等到了一个走私贩过来 这帮人呢就是什么 专门带他们就是穿越边境 于是这走私贩啊就带着这帮人开始徒步朝着前面一个松树林走过去了 到那边啊路过的有一个就是等于已经就算是巴基斯坦了 但是呢这一块的那个地方呢是那种什么杀人犯啊什么被小偷啊 因为塔利班队小偷不是那个处罚特别严吗 直接就剁手 所以啊有点犯了罪的 或者说是因为信仰问题 哎好多地儿都跑到这些逃犯都跑到这儿来聚集来 所以啊开布尔知道这个地方到处是抢劫呀绑架呀 经常的是这个人啊 你就直接在这儿消失不见了 反正就是这不是一个能让人呆的地方 这个走私贩呢于是就领着他们继续的离开了小路 然后啊到一个那个山丘里边一个禁忌丛 就开始从这儿行 这块地儿呢就被这个禁忌丛都拦住了嘛 你得用那刀砍才能开辟出一条路来 而且啊这路上啊还经常的这走私贩说 赶紧拔地上别动 等一下啊等我招呼你们了你们再过来啊 这开布尔啊这时候就看着自己老婆穿着那大兆猴子 完了在这个树林里边啊 艰难的就这么走来走去 特别愧疚 他就开始发誓说呀 我以后一定会让你过好日子 我再不掺和什么政治了 然后呢这个走私贩啊 也给了这个开布尔啊一把猎枪 所以啊这开布尔就跟他的妻子说了 说如果碰着有人拦阻啊 我让你跑你就使劲跑 你就千万别管我 也别等我 你就往前跑就是了 也不知道他们大概走了多少个小时吧 终于走到了一片空地上 这儿呢是一条特别平坦的一个柏油路了 你知道开布尔啊 开布尔这人啊 他从没见过柏油路 完了呢就过一会儿啊 有一辆卡车就按照事先的约定 就来接他们来了 在这个公路上行驶呢 经常的啊就碰到的 有那个巴基斯坦的军车啊 从这儿过 哎呦这个开布尔紧张啊 就一直缩着头 生怕被这个军方给抓住 就遇到了一个这个军事检查站 这司机啊 直接冲那些哨兵 摆了摆手 然后呢 这帮士兵啊 也就直接点了点头 啥话也没问 啥话也不检查 就直接就这么过去 然后就是第二个检查站 第三个检查站 没有一个人上前盘问 这一看就是这卡车 都买通好了嘛 终于这就跑到了一片 这个拿那个泥砖啊 砌的那个房子的一个街道里边了 然后这司机就跟他们说 咱们现在到的就是米拉姆沙镇 这是一个不小的一个城镇了 这也就是三天以来啊 他们一家的这帮人 第一次坐下来能够吃个饭 第二天接着再次出发 奔这个卡拉奇去 塔利班这时候啊 一直在愧退愧退愧退 好多就是放下武器的啊 也是被这个北方联盟呢 抓住以后 直接就处决了 嗯 我们以前说过啊 就是你就是还有没有被处决的啊 抓住的 在转移的途中 直接不是用那种大集装箱给装了 直接就被闷死在里边的 纽约时报啊 有一个随军记者 亲眼就目睹了 一个躲在那个灌溉沟渠里边的一个塔利班 被搜出来以后啊 直接枪杀了 而且啊 这个枪杀的人为了确保这个士兵已经死亡了 还拿那个火箭炮的发射器使劲砸这个塔利班的这个头 就这么开本啊 一家终于到了塔拉奇了 他觉得如释重负 他想我就在这儿开始我的新生活 远离塔利班 我要过一个和平的生活 而这个时候啊 塔利班的监狱里边 呃 你应该说啊 这时候因为坎大哈 他还在塔利班的这个控制之下 今天呢 是这个杨 呃 穆罕默德 这杨穆罕默德啊 是卡尔扎伊的战友 是他最好的一个朋友了 嗯 等于卡尔扎伊的很多的那个 呃 信徒啊 或者跟随者啊 都是因为这个杨穆罕默德 而跟随卡尔扎伊的 而今天呢 就是他要被执行死刑的这一天 大黎明的他就醒了 就坐在那个黑暗中 听着外边啊 那大门每天就到这时候 咯吱咯吱的响 完了呢 那泥泥上通通通的脚步声 这时候呢 他就站起来开始祈祷 大概也就又过了两个小时吧 周围挺安静的 这时候呢 脚步声又再一次响起了 他呢 就开始四处的摸啊 因为他那牢房黑乎乎的 啥也看不见 终于摸着了一个 他藏钱的那个小盒子 他就把那钱啊 取出来塞在自己的裤兜里 门被推开了 这走廊里啊 那个暗淡的光线 总算照进了牢房了 于是呢 他就拿起他的那个 屎尿罐子 跟着这士兵 就穿过啊 连那窗户都没有的那种走廊 走到一个就是 砌着那个瓷砖 那瓷砖都泛黄了啊 里边那苍蝇 成群成片的 那么一个大房间里边 这是干嘛呢 就是让这帮囚犯 在这儿清理他们的那个 史苗罐子 由于没有排水沟啊 所以这儿的那个污水啊 就在这儿就是堆积如山 大概要过好几天 这个监狱的 才会派一个犯人来啊 到这儿来清理一下 这个地板 而这个杨 穆罕默德呢 这时候就 把他裤兜里藏那钱啊 直接塞给了一个 他认识的一个囚犯手里 这两千美元 是他的全部家当 是他在过去一年里边啊 通过什么 来回走动啊 就是走私 那些伪禁品 得的那个 获得那个利 然后他就低声的 跟这个囚犯说 这些钱就是你的了 你拿着 这时候警卫啊 突然发现 他跟别人在说话呢 立刻就冲上来了 又是一顿好打 这个杨穆罕默德呀 他早就习惯了 这种随时挨打的 他一年前 这个第一次被抓到这个监狱里啊 就直接给扔到一个小房间里 靠在一个墙上 每天 就是那个十几岁大的那种小看守啊 就拿着那个皮带上边 镶嵌着玻璃的那种皮带 就进来打他 每天都来打 直到他打的呀 就是 没法站起来 而且呢 这个看守啊 还不许他祈祷 这个确实是 唯一是能够支撑他的这个 精神的这个东西 也不让他干 总之 一直打了他十五天 打的他呀 他自己都要崩溃了 直接说 求求你们了 把我打死 算了 他等于在这个监狱里啊 待了有一年 而今天呢 也就是说 这个美国已经进入到阿富汗 已经两个多月了 塔利班虽然还在这个坎大哈掌着权 但是呢 就是这帮人现在已经赶紧啊 想把这个监狱中 就是以后可能给他们制造麻烦的那些人呢 赶紧都得给除掉了 当这个杨穆罕默德 又回到自己的这个牢房以后啊 刚坐下来 结果呢 这个 他因为不知道外边啊 什么美国人都已经 把这喀布尔都解放了呀 什么这那的啊 他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 这时候门又被打开了 结果他一看 看了看这卫兵 他也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就站起来跟他们走出牢房 他呢 一直想啊 就我得表现的勇敢点 起码啊 希望我的亲人们一聊起我来 还能够那么的自豪 所以啊 他就在那一路走一路喊 不要给这些狗东西留下任何的东西啊 完了 他的囚犯呢 就敲他们的那个牢门作为回应 到了这个外边这个院子里啊 这时候已经是烈日当头了嘛 嗯 他就看见啊 这狱警跟那个殿狱长 那个纳比走了出来 这个纳比殿狱长啊 曾经监督过无数次的苦行了 而且呢 还特别喜欢羞辱对方 觉得呀 这好像这个人特别的享受 这么容易虐待人 但是今天啊 他看起来特别的紧张 而这时候呢 杨穆罕默德就被士兵直接推到了一堵墙的旁边 好 我们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